今天在地上水的專地丹丸 我們要請到新港鄉平蓬潮 離棟局團的團長郭月妹 來講故事給大家聽 看平蓬潮局團有什麼10年以來 就是要去片鄉地区表演 給孩子看 推崇劫文化東 這是小老鼠喔 你去哪裡做的好厲害喔 為了給朋友的孩子 也有機會可以參與這麼少的文化東 平平走在東區團團友過月妹 決定在這裡新港新的區團 新的到現在也已經有16年的時間 在決定劇團的地點的時候 也曾經考慮 那我們就到彰化找一個點 至少交通比較方便 可能都市人口也會比較多 比較多人在參與 但是後來想想 其實因為我先生本身就在深港 就在長大 我自己現在也在這邊 小孩子也都讀深港學校 所以就會想說 如果我們搬到都市去 都市的資源已經很多了 不如把資源留在鄉下 那我們在鄉下就好好的辦一個劇團 讓這附近的小孩子或是家長 都能夠過來參與 那這是最初的一個想法 也能夠把這樣的資源 留在我們這個偏鄉 然後那種偏鄉的小孩子 也有機會 怕見到劇場 因為很多人可能都是 從小到大 沒有任何的那種契機 可以讓他走入劇場 看一場表演 郭月妹的團隊表現 原本總是說不一樣 因為家裡人關係 他再多回來獣牛 他也常常在想 如果回去過時是說 如果沒有那個藝術 也就不會有現在的平蓬草獣團 在平鄉新的獣團 既然比起都市還減了很多 但是平蓬草 又往堅持完成 改編動輸 總算得華東和氣局 還未結合 客家對劇本的欣賞 其實我們在一開始 編創的時候 大部分的劇本 都是我們導演編創的 然後慢慢慢慢 我們也會 改變一些童話故事 然後從童話故事當中 擷取一些議題 比如說 人魚公主 那肯定就去設想 她生活在海底 那跟陸地上的人 生活完全不一樣 那我們就把它比喻成 新住民 她肯定也是從海底 類似這樣異鄉的生活 然後移民到陸地上 我們就做了一個多元化的劇 叫做新人魚傳說 那比如說 賣火柴的小女孩 還有我後面這個高塔 高塔裡的小公主 那這一些童話人物 她可能都遭遇某些困境 所以我們用流傳千百年的童話故事 再去淬煉她其中的一些議題 來當成我們演出的素材 那很多也都是 有一些原創的概念 雖然故事可能是一些經典 那這也是我們一部分系列的方向 那另外一部分就會來自於是真實的人生 真實的生命故事 也就是我們有做社群劇場 所以雖然我們是一個兒童劇團 可是後來慢慢發展 也就到可以兼顧不同層面 不同觀眾 然後在不同的劇場空間 演出的這樣的形式的劇 我們也都慢慢有能力去製作了 劇團的操縱思綺 只有當地出家街頭的超級拜人空間正夜 今年劇團進行空間大街頭 新增加咖啡百代 收集團 還有專屬的拜人告示 成為現在最項的咖啡表演聽 那我一直想說 是不是有可能我們可以有自己的小劇場 以後在我們自己的小劇場 可以有各種的表演形式在這裡發生 也不一定是劇場的表演 那可能是相聲 是一段音樂 是一個講座 然後我們如果有一個餐廳的話 那也可以讓觀眾在看完演出之後 或之前坐下來聊聊天 那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那也希望說我們的團員 以後他來的 無論是排練 或是一個空間上 也享受得比較舒適一點 所以這是我未來的一個方向跟想法 也就是說 我們開始經營空間 也等於開始經營我們自己的觀眾 那有了自己的觀眾 那有了自己的觀眾 這才是一個劇團 可能未來在 以後五年 十年 他的一個長久的會話 平澎湊這幾年 除了開設基地表演庫庭 讓在地對局長工作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加 而且前進社區 了解當地文化 分出一系列 便於社區構成的戲劇 郭月妹也希望 他新港為起點 在香港雅哈藝術經濟 都是基本生活化的目標 到中華新聞也豐富 新港彩虹報道 謝謝 謝謝 謝謝